今年的侯水借水口的水流明显下降 年代影響到民生和農業关系 共产用水的问题 今天台南市長安慰 拿到来九十分水口四十水前 以及水口清涂五年的节省进行 除了了解水族完毕的家卫 也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助 期待大家共同努力 让台南市未来共产水的问题 受到今年落后较少 水口去水流明显下降 年代影響到民生 農業关系和農業用水的问题 因此今天市長安慰貴 是来到十分水口十十水前 以及水口清涂一行一行 平常听出金座部水理事官部 实在了解水族完整体的地理界外 大发到东口这边的这一个河道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香喊 直接水就进入香喊 那这样子可以减少 减少它的渗漏水值3700万 未来我们大概在114年之前 我们会完成这个工作 水情严峻 对我们来讲冲击特别大 今天特别来真文水库了解 我们真文水库清淤的状况 如同大家所说 今天有几个 第一个是陆蛙 第二个是抽泥 那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减少这个淤积的情形 去年就是我们恢复库荣到150万立方左右 从正式的从淤积然后水库的库荣而增加 那今年的话我们也希望说朝这个目标而前进 当然现在是清淤的最好的时间 所以今年的这个上半季我们在全国的水库一到三月已经清了357万立方 这也是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 对咱们水库最前显控市场标识 县街团要减水量台湾1月5千万立方公车 只存三层水量 以往在国军纸丸清淤之下 可以加速来提醒水库减水量 并且办法为问经过饮料 来搭习国军兄弟的帮忙到新来 而期待在台湾共同罗里之下 让台湾市未来减水可以稳定无告如 记者肖建委南西区 蔡翁伯德 蔡翁伯德